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比较运算符 对于这个比较运算符呢,它从字面上看是进行比较用的 那么比较的结果呢,也就只能有两个 一个是真,用处表示 一个是假,用false表示 那么在这个python当中,它一共提供了六个比较运算符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等于运算符 这个运算符,它用来判断两个值是否相等 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 这个等于运算符呢,它是两个等号 这和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负值运算符是不同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写错了,是两个等号 然后是不等于 它是用一个英文半角的感叹号,加上一个等号来表示的 它和这个等于正好相反 还有这个大于号和这个小于号,它们是用来判断大小的 另外还有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就是这六种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实例 来演示一下这个比较运算符是如何进行大小关系比较的 在这个实例当中呢,我们主要应用这几个比较运算符 我们打开IDLE 然后我们需要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文件 这里面我们把它保存到一盘test目录当中 然后设置一个文件名称 demo.py 保存 之后我们先来定义三个变量 这三个变量都保存的是整数类型的值 首先我们来设定一个 它用来保存Tyson的分数 让它是95分 之后是一个English 等于92分 上面这个少一个等于 之后我们再把一个C语言的分数 等于89分 OK 接下来我们先输出这三个变量 先输出Python 之后是English 上面这个少一个H 等于 然后是English这个变量 之后是C语言 OK 之后呢我们就来进行比较操作 这里面我们主要输出这个比较的结果 仍然使用这个print语句 第一个我们先比较一下这个Python的分数 是不是小于这个英语的分数 那么我们使用小于号 然后后面跟上表达式 我们复制它Ctrl-C 然后粘贴 Ctrl-V 这是比较一下Python是否小于English 之后呢我们再来判断一下Python是不是大于这个English 我们可以复制这行代码 Ctrl-C 粘贴 Ctrl-V 然后改成大于符号 这里面也改一下 OK 接下来再判断一下 这两个语言的分数是否相等 仍然粘贴这行代码 然后修改一下 等于 注意这里面应该是两个等于 我差点写错了 然后再判断一下不等于 这里面是一个感叹号 一个等号 这是不等于 不等于 之后呢我们再判断一下小于等于 现在是小于我们加个等于 最后再判断一下大于等于 这里面我们把这个Python改成English 然后这个English改成C语言 这里面是大于等于 复制这个表达式 Ctrl-C 然后粘贴到这里 Ctrl-V OK 保存文件 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执行结果 Python等于95 English等于92 那么这个Python是不是小于这个English呢 结果是否 不小于 那么这个Python是不是大于这个英语呢 得到的结果是 真 95大于92 那么这个Python和这个English 是不是相等呢 肯定不相等 所以得到的结果是否 之后是这个Python和这个English 是不是不等于呢 结果是真 它俩是不相等的 然后判断一下这个Python是不是小于等于English 它是不小于的 95大于92 所以说它是否 之后再判断一下 这个英语是不是大于等于C语言呢 我们看一下 92大于89 所以它的结果是真 这就是比较运算符的应用 那么在Python当中 当需要判断一个变量 是否介于两个值之间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形式 变量大于值1 小于值2的写法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变量N 判断一下 它是否大于0 小于50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形式 n大于0 小于50 这是一个简便的写法 大家最好记住 关于比较运算符的内容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最好记住 1 2 2 1 1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